台中市秋红谷公园开放以来 因为地形景观特殊 就连平常日也会吸引许多民众前往朝圣 但如果你是尹君子 可能就得要注意了 因为从几日起秋红谷将要全面禁烟 如果被举发将会开罚2000到1万块钱的罚还 也可能就会留在底部 首先会用立牌 就是告诉大家说这里完全不能够吸烟 然后我们会在媒体或者是用报章 这个杂志各方面都加强来宣导 那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人到这个地方 他是可以享受无烟的环境 一请接牌无烟秋红谷 清清享健康 为了打造健康的观光景点 台中市从民国98年开始 陆续将科博馆、文创园区 还有孔庙类为是禁烟场所 这次秋红谷也跟上脚步全面禁烟 希望民众到这里休息之余 也能呼吸到都市里的新鲜空气 那我们发现说秋红谷 每天都至少有2000人来这个地方 所以呢在无烟的环境 这一部分的要求 我们会更希望都能够达到 预期的无烟环境这个目标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会加强劝导 那劝导再不听 我们就会开罚单 所以大概会开多少元的罚单 2000到1万块钱 所以请大家要提高警觉 卫生局指出 只要进入公园的斜坡步道 就属于禁烟空间 必须要洗面烟头 因此在每个入口处 都设有禁烟的告示牌 希望达到警示效果 也提醒民众 别按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记者我家红成这车了 谢谢大家